朋友们 今天又来到了我在浪费我的时光虚度光阴的时候了 既然昨天我上传了那个废片 然后你们觉得好像还蛮有意思的 那么我今天接着来就用我浪费掉的时间 让我浪费掉的时间更加有意义 今天我们接着玩这套超强 因为目前我觉得这套还是蛮适合我目前的环境的 如果我发现有更有意思更道德败坏的卡组 我的话我会马上给他踢上去 那么我决定把我这个商店里面出现猪猪表情给他买了 因为这个猪猪表情 我觉得这个猪猪表情非常的嘲讽 Let's go Uncle Frank他是法兰克舅舅 那么法兰克舅舅他是在一个黑色的部落里面 他现在他没有冲黄石令牌 他在用这个免费的塔皮肤 他会不会出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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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出牌 那么我们陈底一个羊 也许我没有跟你们说过 我为什么喜欢玩超级羊这套卡组 首先呢 他可以counter 我最讨厌的两个卡组之一 一个是狂暴气球 而另一个是雷胖 然后这个 法兰克舅舅他好像 他好像不玩了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他精锐 但是他反应好像有点慢啊 这个舅舅可能年龄有点大了 所以他下精锐慢半排 但是为什么他年龄大了 会想玩精锐这种套路呢 我们不从得知 哦 什么东西啊 这个毒药应该 应该 应该 应该没事 狂暴精锐 狂暴精锐 这个 好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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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今天 这个 法兰克舅舅他有一套独特的打法 他喜欢 他喜欢堆冰 敲头堆冰 然后狂暴 那么我们记住这个特点 记住这个特点 然后呢 他会不会有骷髅海这种东西呢 润了 OK 这个大矿弓应该能打出非常多的伤害 哦 这是什么 这个三级三级三级联赛 总是能带给我 不断带给我新的惊喜 那么 我什么东西 奶奶先放一个在后面 如果 这个生水 生水泡泡出来的话 可以 可以给我们充当一些肉盾 扛一下这些 扛一下这个大皮卡的攻击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但是很明显我们应该扛不住 但是呢 明显我们扛不住 这个奶奶变珠有点慢 有点缓慢 我得保一下这个奶奶 我觉得我得保一下这个奶奶 好吧 这个 我们这套超级羊 好像对这个 镜像 镜像水人 好像没有什么抵抗力 虽然我们打一般的水人 没有镜像 也没什么抵抗力 或者讲什么胡话 那么 那么这边超级要把挡 超级不要挡吧 超级不要挡 他这一波这堆东西过来的话 我可以把这个 这怎么办 这样子 我天呐好凶啊 这个怎么办 怎么办 我觉得我要输了 我觉得我要输了 我这个这种奇奇怪怪的卡组 我好像有点打不过怎么办 怎么办 只能靠这个奶奶变变很多猪出来 屁股 替我们扛这个大皮卡 奶奶扛住啊 哇 我死了 我操 啊 不是吧 我忘了把我表情打开了 我觉得我操不是吧 我不会死了吧 我不会死了 它不会有斩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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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会没有斩杀吧 不会有斩杀 哎呀 赢了赢了 扭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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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X2 哎呦哎呦我以为我擦肩输了 我以为我输了我的天哪 哎呦刚才刚才那那这输说过这种卡组 我觉得太丢了 幸好没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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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太丢了 那要是输给这种卡组的话 没事啊 没输 没输就好 没输就好 没有输就好 我们赢了 我们我们战胜了 那个法兰克舅舅 他反应还是太慢了 反应太慢了 那么好 这个新的对手叫这个Parswood Parsw 读不懂是什么意思 然后部落叫Arazel 也读不懂是什么意思 可能是一些我不认识的语言吧 毕竟我不认识的语言在世界上 还有非常非常的多呢 OK他玩女巫 三级联赛 我应该要有一点点这个心理准备 他可能会掏出一些 非常非常恐怖的 一些其他单位从另一个桥头冲过来 我应该有所准备 那么OK 好像喜欢桥头进攻 但是我不要被他疑惑 我不要被他迷惑了 他可能会带给我新的惊喜 我相信他能带给我新的惊喜 随便滚筒滚一下 OK 他好像好像 好像没有办法给我惊喜 这种卡组有点 有点像以前5000分的卡组 是吧 这种应该是很简单打的 应该很容易就可以打 女巫法师 瓦基里野猪弓箭手 我没有找到有什么对我有这个威胁的牌 所以 所以我应该能轻松的战胜这个对手 他应该没有办法带给我新的那个 带给我惊喜 那么 好 这种 这种超级做一下吧 加滚筒 我本来想用奶奶的 但是他顶了一个野猪 导致这个野猪会替这个小骷髅打伤害 这波的话 我打他左边好了 我打他左边好了 他目前好像没有出过什么特别能守我的羊的东西 他出了一个法式 但法式守羊的话 也没什么太大作用 我觉得 这个羊没推动 没推动这个东西 羊没有推动这个矿工 他现在这个矿工走得好慢 我本来想用羊在后面推他一下 让他走得快一点 让他回想起几个星期前 他曾经这么快 曾经速度这么敏捷 他会不会 这大矿工会不会想念那个时候的自己呢 好 这波挡在前面 这个奶奶希望他能发挥一点作用 好 变了一个猪 加油 奶奶 我看好你 奶奶 奶奶没办法 这边要补个滚筒 要不然他会跳起来 他会跳起来 哎呀 这个 超级变快了 超级变快了 超级变快很久了 但是我还是没有怎么在防守的时候适应 我有时候会慢这么一拍 OK 即便我决定炸一下 炸不到 那么 很可惜没炸到 变法放在这里 看他野猪冲在什么地方 冲在这个地方 他有超级 那么我打双路 看他守哪一路 要给他超级守这一路的话 另一路幽灵大净区 他可能会野猪在这边 那么我电法 这样子放 重要的是不要让他野猪打太多伤害 这边羊可以定一下 他应该一下敲不出来 炉药炉这边 他如果教女巫的话 好 我得认真起来 认真起来 不能输 不能输 他可能 他可能野猪快好了 哎呦哎呦加油 电法批这个野猪 批野猪电法批野猪 哎好羊把他顶开 电法再批一下 再批 我奶奶打进去了 奶奶打了点进去了 这边奶奶可以把这个弓箭手给他变一下 变两只猪出来 然后一波冲锋冲锋 加个他妈的毒歪了 我操完了完了 我 别别搞我 别搞我 别搞我 别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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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赢 赢了 哦 赢了 哦 今天打的三级联赛 这三级联赛怎么怎么打的这么惊心动魄 怎么回事 我的水平已经已经融入了这个这个分段 我已经跟他们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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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平的对手打的有来有回 打的这么惊心动魄 打的这么惊心动魄 我已经融入了这个分段啊 我已经不再是中级冠军的分段了啊 我已经没有中级冠军的实力 我已经融入了这个三级联赛分段 虽然我都是赢了 但是打的每一局都打的惊心动魄啊 惊心动魄像这种局 像这种我把毒药整个毒歪了的局你们在我的一般的那些内容里面是看不到的 因为太弱智了太丢人了 我会把它统统剪掉 太不完美太丢人了 所以在这里你们能看到一些平常时候崩溃的我 让我比较意外的时候 让我比较意外的是 居然没有遇到那种表情特别多的人 目前为止打了两局 然后目前为止没有遇到那种人 好这个是这一波可以变一手 变一手猪吧 它好像那个炸弹人和这个弓箭手 然后小骷髅 这是什么卡组 不会是雷胖吧 雷胖不会带这种普通骑士的 那么我猜一个连弩 看起来挺像连弩的 一个这个这个这套卡组 但是这是三级联赛朋友们 这三级联赛 我们我们不能掉以庆心啊 三级联赛充满了惊喜 我们刚才已经 这电坛就不是连弩 我不相信啊 这不是连弩 这不信 都是连弩了 你总不可能掏出一个 我操这什么东西啊 这什么东西啊 这什么东西啊 我的天哪 果然三级联赛 还是不能猜猜对手卡组的 我们要引对手出了什么卡 为准来来制定这个战术啊 这波的话我觉得可以 一个滚筒 然后拉不到 哎呀这个我不要 我不要卖 其实很痛的 这波的话 我用奶奶 或者我直接润到一边 然后开奶奶 OK 炸掉了 好可惜 我这边 预判一下这个 这个东西 怎么回事 哦 哦没事 这人开始发表情了 发表情 他现在发的一些 就是一些很正常的表情 没什么攻击性 这个奶奶加电法 非常的 这个不是什么好的选择 好估计 按照这样的发展下去 我要是不认真起来玩的话 我会输 因为他蹭了我好多血肉 我应该停止使用奶奶这张牌 因为 没有什么意义 我觉得 他打不出什么作用 我也许可以多用一些超级 比如说现在 然后右边 放一个幽灵 神不知鬼不觉 溜过去 奶奶不要用了 奶奶不要用了 毒 我们要吸取教训 不要乱用这个奶奶了 既然打不出什么效果的话 就不要用 这边润到另一边 哎呦没炸到 这个 这个时候用奶奶 没问题 没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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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奶奶 没毛病 这个猪可以拱几下 然后毒药毒上去 毒药 毒药 他要是有猪的话 我要用羊拖一下 不然很危险 预胖一下 呃 这不算预胖 这边 OK 这个火球没有什么用 那么他这样火球交了 我直接这样子 看他敢不敢出小骷髅 你出不出 出不出 你出 你出你没了 非常轻松啊 我现在认真起来 我就是非常强大的 来来来 发鸡是吧 发鸡 来 来来来 来 来 开不开心 打雷胖的话 也是一样的道理了 哦 哦 金甲骑士 金甲骑士 来 金甲骑士 来 看看他是什么套路啊 雷胖 雷胖 那么雷胖 雷胖 我们得 这样子 多少扣眼血 但是能守住啊 雷胖 OK 差不多吧 那么这边 加这个电法 我觉得我不会出 我觉得我不会出 我应该 是吧 我超级 打雷胖 应该不虚的 也就像这个人好像一个不是一个非常牛的雷胖 所以我打他应该没什么压力 慢吹一下 吹两下 还是不要被他吹比较好 这波硬手吗 没事 没事 随便拉 随便拉 没事 他多交点费 我这样子就比较不亏 看有羊的话 是我这个雷胖多少掉一点血 但是不会死 不会暴毙 OK 把这个吹剑哥 然后我给他吹掉 把这个弹给他撞掉 他好像 这边赌一下 这没有理由不赌的 四费的吹剑哥布林不赌 有什么道理 有什么 有什么不赌的道理 我得随时说 OK 下一张是羊 他现在出这个雷胖 我不怕 这个应该 应该交那个羊的 应该先交羊的 这样子 这边超齐出来 得守住这个雷胖 不能掉太多血 不然容易暴毙 没事没事 没死 接下来他会出那个凤凰 然后这边奶奶把他变掉 尽量把他变掉 这什么东西 那么我打他这边 他这个操作 我没看懂 好吧他不会玩 没事没事 这样轻松把他打掉 这个环境骑士给他冲吧 我不在乎 我不在乎 你要冲就冲掉吧 我不在乎 我还是不发表情了 他都没怎么发表情 我要是发表情的话 有点不礼貌 这怎么有个人在这边发胳膊铃笑 天哪 好没礼貌 好没礼貌 我们最后打一把 他叫AR Monarch 布罗名字叫战地 四级 四级联盟赛 let's go 他好像不想出牌 那么我出 他出牌了 狂暴侨夫 那么我先看到狂暴侨夫 我就会觉得他是一个气球 但是我现在看到他丢这个桶 他应该就不是气球 应该没有气球会带这种桶的东西吧 应该没有气球会带这种东西吧 是吧 你再假 你得假到可以接受 这种太怪了 我有点 刺客 刺客加这个 好吧不用猜了 看到女巫 我就知道我猜不中 这是什么卡组 那么既然猜不中 那么就不用耗费精力的一根猜了 这边要补一张幽灵 不然打不进去 加油奶奶 这把你力大功了 加油奶奶 加油 哇天哪 这个还有死 还有骷髅 这把这个奶奶出的出的好 好像这把挺轻松 这把应该挺轻松 他怎么走 他用那个狂暴桥夫的话 我可以垫法垫一垫 然后这个超级应该可以跳进去 按照我的 好 跳进去了 那这边我跟着威猛矿弓 直接润到另一边 钻他 这波应该他应该没有他有滚 但是也钻到了 这台应该没了 好 两卡拿下 他有这个超级 我用这个滚筒把它往后面拉一点点 然后我也做一个超级 这波很顺利 很顺利 他很配合 这个对手非常的配合 让我打的 让显得我打的那么好 其实 这样的话反而没有意思 我还是比较希望 充满一些未知的惊喜 很顺利 很顺利把这个打掉了 那么 我觉得今天我们浪费的时间也浪费的差不多了 那么我们先把这一期废片 垃圾片就先拍到这里 如果有缘的话 我们下一次垃圾片再见 谢谢 拜拜 拜拜 欢迎你 再见 拜拜 祝我考试顺利 我还有大概两个星期 十天左右 我就要考试了 那么祝我考试顺利 你们也考试顺利 如果你们考试的话 拜拜